这一题他因为他是最早问的 我要问刘杜正主任好了 这个人他在问说 因为他们如果肺癌发现的是晚期 然后他可能是有化疗也有免疫治疗 那通常你会怎么建议 治疗过程中 如果他的白血球一直下降 你们会怎么进行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这一次用荷藻塘胶的投语方式 是怎么样的给予吗 从临床症状 然后从影像学 然后再切片 证实它是个肺癌之后 那我们现在区别它是哪一种 我们刚才提到有小细胞肺癌 跟非小细胞肺癌 那至于是非小细胞肺癌 我们再区分它很多基因检测 那现在你不管用次世代的基因定序 或者是健保的基因检测 先看看它是属于哪一种 譬如说它是表皮生长因素阳性 或者是Oak阳性 或是LOS1阳性 或是PDO阳性 或是其他一些 Rail mutation的阳性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接下来就看它所谓的PDO 来表现来决定病人适合用哪一种药物 所以大概90%左右的肺癌病人 都可以找到相对的基因来做处理 那通常白血球问题是在做化学治疗的病人 比较会有白血球低下的关系 那白血球低下的话呢 那是这是因为药物呢 它毒杀癌细胞也会影响到我们骨髓的细胞 造成造血功能被抑制 那所以这个的话 第一个从它的免疫力着手 第二 那现在有这个增强白血球的药物 叫做那个白血球生长刺激因素 那这个很多人都会问说 我吃什么东西可以补 其实没有 那只要打这个白血球生长刺激因素打的话 那白血球很快就会升高 其实对你整个身体状况 并不会太大的影响 所以前提呢 先要了解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基因检测是哪一个问题 那至于使用小分泽澡胶 我们的临床也证实说 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副作用 让患者的生活品质 可以得到更好的改进 那这是我们初步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您的投语方式是口服吗 几次或者是跟这些药物一起吗 口服就按照它平常的使用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的 希望有解答到您的问题 那因为时间有限了 那我们上半场的议程就到此 高一个段落